1945年5月 纳粹德国战败之后 先后两次向盟军投降 在这两次投降仪式上 代表德国签字的高级将领 分别是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作战部部长约德尔 和总参谋长凯特尔 随后 二人作为纳粹主要战犯 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受审 约德尔和凯特尔 在二战中对希特勒唯命适从 签署了一系列违反战争法规 和人道准则的命令 导致德军大量暴行的发生 然而在审判中 二人却辩称他们是军人 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那么他们的辩护理由 能否成立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徐迟 将为您讲述 纽伦堡审判第八集 天职 女良知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相信大家都熟悉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这句话 而今天呢 我们就要来讲一讲 纽伦堡法庭对军方代表的审判 军人服从命令发动战争 能被判有罪吗 法庭又是怎么看待军人的职责 与道德良心之间的关系呢 最终法庭又做出了怎样的判决呢 下面就让我们一同走入历史现场 寻找答案 1945年5月 战败的德国一窥千里 分别在东县和西县接连投降了两回 5月7日 法国莱姆斯城内一个不起眼的红砖建筑 这是一所少年职业技术学校 这座建筑正在见证西县的投降仪式 楼房二层一间曾经是制徒教室的房间里 艾森豪威尔将军正端坐其中 等待着他期待已久的人 这个人就是德国陆军上将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约德尔身材矮小但挺拔 浑身上下修饰得整整齐齐 他从轿车走出来举手致敬 但几乎没有得到盟军军官的反应 他们只是默不关心地盯着他 他先是被带到一间 战前法国学生打乒乓球的场所 同艾森豪威尔的副官坐在一起 因为盟军统帅 拒绝同一个纳粹将军谈判 约德尔开始执行 卡尔邓尼茨元帅交给他的命令 他们的指导思想很简单 就是在投降之前尽可能地拖延时间 哪怕争取数天数小时也行 但艾森豪威尔将军可没有这份耐心 他只是他的助理通知约德尔 要么在投降文件上签字 要么在西线解决战斗 到那时溃逃的德国士兵走近的 将是炮火而不是战俘营 5月7日凌晨2点38分 约德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文件在48小时后生效 欧洲长达6年的世界大战 宣告结束 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之后 约德尔用低沉的声音说 签了这个字之后 德国军队和人民的福兄集货 都将由胜利者去决定了 阿尔弗雷德·约德尔 已把90年5月出生在德国南部 维尔茨堡的一个贵族军人家庭 他的祖父和父亲在军界都颇有威望 受家庭氛围的熏陶 约德尔自幼便以投身军旅 作为自己的志向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约德尔以炮兵少尉的身份参战 期间曾两次负伤 战争结束之后 对前途感到心灰意冷的约德尔 一度弃容从一 但在军中同僚和上司的劝说下 最终在1920年重返军界 用了十年时间成为了少校 1933年初 随着希特勒上台 约德尔才开始踏上 仕途升迁的快车道 仅仅用了六年时间 便着升为少将 约德尔之所以得到希特勒的青睐 除了优秀的军事才能以外 还源于他对元首的无限忠诚 在希特勒开展的 一系列军事夺权行动中 约德尔始终对希特勒 予以坚定的支持 在日记中 约德尔这样写道 陆军内部有一个 目无军纪的因素 将军们 原因正是将军们的傲慢 所导致的 因为看不出希特勒 这位元首的天才 这些人才既缺乏信心 又没有纪律 他们仍将他看成是 大战期间的下士 而不是自比斯迈后出现的 最伟大的政治家 1938年 希特勒宣布成立 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自己亲任统帅 他任命威廉凯特尔元帅 为总参谋长 而约德尔则被任命为 作战部部长 约德尔作为希特勒 最得力的助手之一 在纳粹德国一系列 关键战士中军 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39年4月3日 希特勒下达代号为 白色方案的秘密指令 意在以闪电战的形式 消灭波兰 而约德尔作为 这个方案的制定者之一 在同年6月26日 即向希特勒 成交了一份 白色方案的初步时间表 深得希特勒的赞许 由于他的表现极其出色 约德尔在1940年7月 被破格晋升为二级上将 并兼任国防军参谋部的参谋长 在担任作战部长的 7年时间里 约德尔为统帅制定了 一系列的作战计划 除了入侵苏联 东南欧和非洲以外 他从希特勒 甚至认真讨论起 穿过伊朗或阿富汗 入侵印度的问题 以实现征服全世界的目标 虽然约德尔制定的这些计划 没有全部付诸实施 但他过人的胆略和谋制 却深得希特勒的赞许 尤其是1940年 入侵挪威的关键时刻 约德尔展现出的冷静和睿智 甚至连希特勒都自贪不如 由于备受希特勒的青睐 约德尔能坐在元首身旁 同他一起进餐 这在纳粹德国可谓是莫大的荣耀 让很多人都红了眼 与此同时 约德尔的地位还在不断地攀升 到1944年1月时 已被晋升为大将 德国投降之后 约德尔被逮捕 并移送到弗伦斯堡的战俘营 不久被移送至纽伦堡 国际军事法庭 审理他的罪行 虽然约德尔一再声称 自己在战争期间 并未主动犯罪 其所有的行为 不过是服从希特勒的军事命令而已 而服从上级的命令 是军人的天职 他不理解 为什么自己要被起诉 和约德尔一样 凯特尔同样是希特勒的忠实追随者 他无条件执行希特勒的一切命令 还变本加厉 发布了大量涉及屠杀战俘和平民的命令 这其中就包括一项突击队命令 和一项报复令 这两项命令有哪些具体内容 造成了什么严重后果 凯特尔在其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徐迟 将继续为您讲述 纽伦堡审判第八集 天职与良知 威廉凯特尔也有同样的困惑 他和约德尔共事了很长时间 凯特尔负责传递希特勒的命令 而约德尔负责起草行动计划 他们两个配合的可以说是非常的默契 被捕之后 他们也不约而同有了共同的担忧 这个担忧就是突击队命令 那什么是突击队命令呢 这还要追溯到1942年8月 当时呢 德军在东普鲁市的一片松树林 设置了一个名为狼穴的元首指挥部 这里地靠苏联前线 他们讨论的议程 是一支加拿大突击队 最近在被纳粹占领的法国城市 蒂厄普海岸实施的突袭 希特勒在会上大发雷霆 他斥责这些加拿大突击队员不是军人 因为他们是从犯人当中争勿而来的 他扔给凯特尔一份报告 报告当中描述了德国犯人的境遇 他们被绑在死亡吊锁上 吊锁的一段绑在犯人的脖子上 而另一段则绑在了他们的双腿之上 犯人们只要稍一活动就会被绞死 希特勒咆哮着说 这些突击队员根本就是强盗 不配享有日内瓦公约规定的保护权利 蒂厄普事件一个月之后 12名英国突击队员 在挪威执行一项炸毁发电站的任务中被抓获 希特勒宣布 从今以后 即使突击队员穿着军服投降 也要把他们全部枪毙 希特勒这样说 要把他们最后一个人也杀光 不需要什么审判 他只是凯特尔和约德尔把他的这些话写成正式的命令 向武装部队下达 凯特尔和约德尔是两名职业军人 他们明白这样的命令非常不妥 但是他们也认为如果自己抗拒希特勒的命令也是徒劳无益的 1942年10月18日 凯特尔在突击队命令上签了字 并且正式发布了这道命令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使凯特尔作为军人的道德标准堕落的命令了 在1941年10月 德国刚刚入侵苏联后不久 希特勒就告诉他的高级将领 必须挫败苏联游击队的行动 让他们每杀死一个德国士兵都付出巨大的代价 50命第一命 100命第一命 他们一旦被抓获就应当立即被杀掉 按照希特勒的这个意思 凯特尔开始起草报复令 一个月后 在一次苏联游击队发起的进攻当中 德国损失了10名士兵 有26人受伤 但为了报复 德军把2300名苏联平民抓起来 通通杀害了 不容置疑的是 凯特尔确实用紫色墨水 签署了报复令和突击队命令 而这两份命令 此时就存放在举行纽伦堡审判的 司法大厦的文件室中 我想在凯特尔被捕之后 回顾自己的军人生涯 一定忍不住怀疑 懊恼和悔恨 因为他不仅要作为战败的军人 接受战争审判 他的家庭也为希特勒政权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苏联前线 在他的报复令和突击队命令 让许多无辜死于非命的地方 他自己最小的儿子也死在了战场上 他的另外两个儿子 一个做了俘虏 一个下落不明 不知所踪 但是他依然对希特勒 保留着忠犬一般的忠诚 在那场著名的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中 刺客的炸弹 奇迹般的没能炸死希特勒 而凯特尔当时就在现场 是凯特尔一边扶着希特勒 从支离破碎的屋子里逃出来 一边高喊着 我的元首 我的元首 感谢上帝 你还活着 虽然历史没办法假设 但我们如今回忆起 这场惊心动魄的暗杀 还是不得不感叹 希特勒的运气实在是太好了 1944年的7月20号 当希特勒在他那首位森严的狼厅 召开军事会议的时候 会议桌下 有一个公示包突然发生爆炸 希特勒被爆炸冲击波 狠狠地摔到了墙壁上 但最终却并没有丧命 仅仅是受了一点轻伤 事后经过调查 爆炸的公示包 所有人是德国国防军上校 施陶芬贝格 这个人在好莱坞电影 刺杀希特勒当中 是由汤姆克鲁斯来扮演 施陶芬贝格 最初也是一个大力支持 纳粹主义的青年 而且对德军早期在波兰和法国 取得的一系列军事大捷 也感到欢欣鼓舞 他在1943年的北非战役中 遭到爆炸攻击 失去了左手和两个手指 还有整个右手 甚至连右眼也完全失明 还戴了一个黑色的眼罩 在军界享有圣域 但希特勒在东部战线鲁莽 而且不计后果的形式风格 让他感到希望破灭 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 他认为希特勒的这种做法 正在将德国推向深渊 最终促使他对希特勒 倒戈相向的决定性因素 还是党卫队在东部战线 及其后方迫害斯拉夫人 和犹太人的累累罪行 他愈发强烈的感觉 必须终结这些暴行 他和一些志同道合的 反纳粹友人策划了 很多次的暗杀行动 结果却眼看着这些行动 一次次落空 而且很多时候 纯粹使是因为 偶然的因素而失败 最终呢 斯陶芬贝格决定 亲自上阵来刺杀希特勒 所以到了7月20号 斯陶芬贝格造访狼厅 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里面藏着两枚炸弹 因为他只有拇指 食指和中指可以用 所以他在设置 岩石爆炸器时 动作比较迟缓 在被带到希特勒 所在的营房之前 他仅仅设置好了 其中一枚炸弹的引爆器 他把另一枚炸弹 交给了他的同事 冯黑夫腾 但此后这个人 却将炸弹扔出了车外 斯陶芬贝格把公事包 放在一张很大的木桌旁 这张桌子上印有地图 而稍后希特勒 就会倚靠这张桌子 然后斯陶芬贝格就离开了房间 说自己需要打一个电话 他远远地看着炸弹爆炸 并且炸回了整间营房之后 又瞒天过海地通过了 档位队设置的封锁线 搭乘飞机回到了玻璃 如果斯陶芬贝格当时 能把两枚炸弹的引爆器 都设置好 或者哪怕他把那枚引爆器 尚未设置成功的炸弹 和另一枚炸弹都留在公事包里 那么希特勒都将必死无疑 但一枚炸弹的杀伤力 却还是不够的 虽然营房脆弱的木质墙 并不能抵挡爆炸产生的冲击力 极堵墙连同窗户都被炸开了 但那张笨重的印有地图的木质桌子 却保护了希特勒 他当时就站在桌子的另一旁 被桌腿救了一命 希特勒的四肢虽然都有烧伤和擦伤 一些木片还扎进了他的双腿 耳膜也被镇破了 但是总体而言他的伤势并不严重 反观柏林 这些反纳粹分子密谋发动政变 控制纳粹的将领们 但是不幸的是政变也失败了 很快被镇压了下去 不得不承认 即使在1944年 纳粹德国眼看要失败了 希特勒的支持率依然高得吓人 刺杀行动失败了 军事政变也失败了 施涛分贝阁被枪决 那个时候反德情绪很高涨 很多反纳粹者甚至联系到了盟军 想要理应外合刺杀希特勒 但盟军的共识是要让德国人 付出沉重的代价 而不只是推翻希特勒而已 人们都清楚 第三帝国能成为一个邪恶的帝国 责任不仅仅在希特勒一个人 如果不能把纳粹罪行公之于事 把滋养恶魔的土壤挖掉 一切做法都将是无济于事的 而凯特尔这次和希特勒死里逃生的经历 以及他动情到夸张的表现 却也没能为自己赢得多少尊重和信任 在受到起诉书之后 凯特尔难难自语 一名军人仅仅因为执行命令 就要受到惩罚 这合理吗 约德尔和凯特尔作为军人 在执行希特勒的命令和基本道德准则发生冲突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泯灭良知 为实施纳粹暴行积极出谋划策 在纽伦堡法庭上 二人却声称 他们的一切举动都是在执行军事命令 以此来逃避罪责 针对此类的辩护理由 纽伦堡宪章中事先做了怎样的规定 约德尔和凯特尔 这两个自愿追随魔鬼的人 又将为自己的选择付出怎样的代价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徐迟 将继续为您讲述 纽伦堡审判第八集 天职与良知 审判的确面临着这样的难题 像约德尔和凯特尔那样的军事机器 能被视为与希特勒一起策划 侵略战争的共谋者吗 凯特尔的答辩词是 我们非常信任希特勒 他给我们下达了这些命令 军人的职责就是服从 我们执行的时候 几乎不做任何思考 但纽伦堡宪宪章第八条明文 规定 遵循上级命令 不是一个正当的抗辩室友 也就是说 当他们的罪行 是如此的害人听闻的时候 即使对军人来说 执行上级命令 也不能考虑被减刑 因为作为军人 军人有的是什么 赤胆忠心 而这份忠心 却为邪恶效了牢 而没有及时的抗命 对此做出过精辟论述的 当推德国著名的法哲学家 拉德布鲁赫 拉德布鲁赫 曾在魏马共和国时 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议员 司法部长 是希特勒上台之后 第一个被解除教职的 德国教授 二战之前 在法学界看来 主流的认识是恶法 义法 这种法律实证主义 在纳粹统治时期 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成为了极权主义的帮凶 因而在战后 受到了强烈的谴责 1947年 经历了战争浩劫之后 拉德布鲁赫教授 陷入了深思 他认为自己原来 所坚持的恶法 义法 这种法律实证主义 已经走到了尽头 于是 他以法律的新生为题 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演讲 在演讲当中 拉德布鲁赫教授这样说道 几十年来 为德国法学家公认的是 法律就是法律 但是 这种法律实证主义 在以法律形式表现出的 不公正面前 轰然倒地 法学必须重新思考 几千年来的全部智慧洁净 那就是存在着一个 作为法律的高高在上的法 一个自然法 上帝法 理性法 一个超法律之法 这番论断 公然宣告了 法律实证主义 是纳粹恶行的源头 更是直接推动了 自然法的复兴 而自然法 就成为了纽伦堡审判 及其后续审判的 法理基石 那么回到这场审判当中 凯特尔和约德尔 及其辩护人声称 德国的军事领导人 并没有统治这个国家 并没有把这个国家推向战争 他们不是政治家 他们只是军人 而作为军人 他们的义务是绝对的服从 他们没有权利 对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进行善恶判断 因此 他们也不应该 由于执行命令而做出的事情 负上战争责任 对此 检察官反驳说 关键的问题 并不在于服从还是不服从 而是面对着明显的谋杀 和野蛮的犯罪 存在着更高的义务 这些德国军事头目 明知他们的领袖 是罪恶的杀人狂 却数年如一日的 一贯追随着他 这种追随的行为 理应受到严正的审判 法官们 也支持检察官的这一立场 他们认为 在大多数国家刑法 都规定为犯罪的 这些累累罪行面前 真正的考验 不是军事命令是否存在 而是军人在面对 这样的军事命令时 能否基于内心的道德 做出自己的选择 身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 总参谋长的凯特尔 既参与了总体战争策划 也在侵略的很多细节上 出谋划策 此外呢 他还签署了几乎 所有构成战争罪 和危害人类罪的命令 对凯特尔案的审议 是所有被告当中 最短的一个 法官们一致认为 凯特尔的罪名 在全部四项指控上 均告成立 法庭判决对凯特尔 施以绞刑 和凯特尔略有不同的是 在法庭上 约德尔广博的政治知识 以及特有的政治精明和敏锐 甚至赢得了某些法官的钦佩 不论检察官的提问 有多么的刁钻 约德尔总能回答得恰到好处 面对着他签署过的大量命令 包括诸如各种侵略计划 以及屠杀苏联 共产党员俘虏的命令 摆在约德尔面前的辩护之路 似乎只剩下一条了 他指出 作为一名军事行动的策划者 他同其他国家的同行 一样只是在履行职责 同时他强调自己 仅仅是遵从命令 他甚至还指责 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中 禁止用上级命令 进行辩护的规定 是极其不公正的 控方对上诉辩护的反击 简短而有利 依据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约德尔的大量行为 都将被认定为犯罪 在控方看来 约德尔十分积极地 实施了这些行为 而且他并没有采取 实质性的措施 去避免灾难的发生 显然 在检察官和法官们眼中 约德尔并非一个 陷入困境的军事将领 而是一位试图 使自己的罪行 逃脱法律制裁的 政界统帅 最终 国际军事法庭 也判处约德尔绞刑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 约德尔死后七年 由于冷战爆发 导致美苏关系 急剧恶化 美国军界 反而开始为约德尔 打抱不平 强烈要求重新审理 他的死刑案 迫于外界的压力 慕尼黑逐审法院 在1953年2月28日 重新审理 约德尔的主要罪行 最终 认定约德尔无罪 并将自1946年收押的财产 归还给了他的遗孀 这段公案 似乎还留待历史 再次做出正确的判决 此时我们该做的 也许是不实重温 纽伦堡判决书中的表述 纽伦堡判决这样说道 不存在从轻判决的问题 在既没有军事上的必要 又没有正当的辩解理由的情况下 一名军人就已经自觉的 肆无忌惮的犯下了如此可耻 牵涉广泛的罪行时 上级命令 也不能被视为从轻判决的理由 诚然 作为一名军人 不执行上级命令是有罪的 这一点毋庸置疑 可是大家也不要忽略 这样一个细节 作为一名军人 打不准也是无罪的 即使不得不举枪 瞄准射击的时候 军人也有把枪口 抬高一寸的权力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除命令之外还有良知 军令呈难为 良知价更高 当军令甚至是法律和良知 发生冲突的时候 良知高于一切 比起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尊重生命 才是更应该被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法律讲堂 再见 作为希特勒最推崇的建筑师 他曾负责建造纳粹德国总理府 作为军备部长 他三年之内 就是德国武器生产增加数倍 施佩尔 这位出身名门望族 富有才学的建筑师 是如何成为纳粹帮凶的 下期播出 天才军备部长的 罪与法 下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下期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